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自己拿推子剃头发,网友沉默了,杨阳到底有多自信? 毕业于军校的杨阳在处理事情上大多都很洒脱的。 像是留了多年的偶像长发造型,说剃短就手动剃短了。 能够如此当机立断的杨阳还是对待颜值极为自信的。 看着手中拿着推子的杨阳,十分帅气地放在了自己的长发上面。 自己动手揪剃了板寸头,这种大胆的做法还是很man的。 看着他如此坚定的眼神,也是令人十分安心的。 看到这幅画面后相信很多,Tony忍不住表示,我要失业了。 自己动手剃完之后的杨阳,并没有急于处理碎头发渣。 而是以直男专属的角度,进行了拍照留恋,看得出来能够。 以这种角度拍摄的杨阳也是害怕碎发渣,会带下来而不好处理。 不过这种角度下的颜值还真是很难估量的,但杨阳有着极大自信的杨阳。 所展示出来的神仙颜值瞬间,令人信服了不少。 这种状态下的杨阳也是直戳了很多女孩子的心呢。 不得不承认杨阳的直男拍摄角度出现的几率还真是高呢。 不过五官却是完美地呈现而出了,心动的感觉大概就是此刻了。 看着自己动手剃的板寸头后,阳光与精神之状顺势呈现而出。 只能说Tony在杨阳这真的是失忆了。 句号 出于对颜值极为自信的心理,最后的答卷有着令人满意的效果。 这种来自军校男生的优越感还是蛮显著的。 其实留过这款长发造型的男生,很少能够立马顺应时代的简程版寸头。 毕竟很多人是非常仰仗头发带来的颜值提升的。 并不是所有男生都有着杨阳一般的强大自信心。 虽然漫画般的长发造型十分的帅气,但现如今的阳光版寸头还是更加分的。 看得出来杨阳也是想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更新自己的形象了。 不想被淘汰的心还是很鲜明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